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我是汪九又和大家见面了 上期视频给大家做了小米MIX的相关的补充 这期视频自然就来到了咱们的小米的Note2 一黑一白这两个包装盒 跟之前的小米的包装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小米Note2这次主打是双曲面 但是小白当时在店里面体验的时候 也是和大家说了 他这次的屏幕内部的曲面 做的可以说并不进入人意 只不过是比Vivo的第一款做的稍微好一些 但是相对于三星的技术来说还是有些差距的 毕竟是外观ID部分的改变 所以说这一次的口碑还是挺不错的 首先就是在这个样子上引起了大家的一众好奇 不过他发布我感觉有一点生不逢时的感觉 跟小米MIX一起发布 风头全被他给抢过了 发布会结束之后 大家的焦点全在上面 并没有给小米Note2过多的目光 OK不客观真体验 这期视频咱们就来好好的再进一步的看一下 量产版的小米Note2做一个补充和完善 马上开始 OK 这次我们拿到的这台小米Note2是一个标准版 然后是黑色它这还特别写了亮黑色 哎呀小米也要蹭一下热度是吧 OK咱们就不多说了直接把它拆开 应该是没有什么 诶刚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就送了一个壳子 OK整个手机拿在手里的第一感觉就是好像三星的手机 当然毕竟三星是区面屏的开创者 所以说整个拿在手里 特别有三星的味道 这台是已经停产 或者说将来的不久就已经绝版了Note7 下面来看整体的工艺上都非常的相似 但是在这个边框的这个金属的质感上呢 这个小米Note2呢是相对于三星的机器 这个磨砂更稍微粗一些 不过在整体边框上的做工呢 这一次的小米Note2呢还是非常精良的啊 本来呢我以为啊 这台手机呢应该是用的当时S6的那个技术啊 毕竟是这个柱状的曲面嘛 大家可以看一下什么就是柱状的曲面啊 最统俗的理解就是感觉是后面是一根柱子 然后左右这样曲一下就可以了啊 这个上面呢或者是这个边角部分呢 并没有过多的啊做这个弧面的处理 但是Note7呢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柱状的一个曲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边角处这个工艺呢 是非常非常难的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弧面 圆滑的这样一个过渡啊 它能在这个视觉上呢给你带来特别不错的感受 而且在一个摸着的一个质感上呢也非常高级 就别人家说这种球面的这种处理啊 但是小米的这个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初级一些 并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处理 不过它这个过渡的这个技术呢 还是做的非常到位的 在工艺上来说呢 相对于S6时代呢 还是有了一个比较大提升 当时这个S6A时代的时候 乃至到S7也会出现啊 就是它那个边角的地方呢 可以插纸就是一个缝隙呢 比较大公差比较大 但是这次小米Note2呢 做的还是挺精良的 虽然说这个曲面呢 程度呢并不是那么的大 但是工艺上呢 起码让咱们放心了 并不是我特别喜欢黑色 而是因为如果黑色的话呢 可以让这个手机的整体感啊 它上面的一些开孔呢 更好的这个隐藏 整体感更强 在这个手机刚刚发布之后呢 就是可以说第一批上市之后吧 我有这个小伙伴呢 在我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 还有就是微博上面呢 说小米Note2呢 它这个屏幕素质呢 并不是特别的强 打开之后呢 我个人感觉这个屏幕素质呢 确实有一些啊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现在呢 是在这个设置的界面 颜色比较浅啊 那个整个屏幕来说 上面和下面呢 是有一定的色差 下面呢 是微微的有一点点泛黄的情况 相对上面来说 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啊 这个就是 屏幕素质的 区别了 而且呢 整个这个屏幕呢 让我回想起来 当时红米Pro啊 大家还记得红米Pro啊 就是它那个屏幕 直接可以把那台 手机给pass掉 但是这个肯定没有那么严重 不过对于小米的一款 毕竟是旗舰机型来说吧 屏幕上犯这种错误呢 确实不应该 之前在店里的时候呢 可能是因为环境啊 还有就是它那机器呢 有一些不同啊 在这个屏幕上呢 并没有发现这些区别 不过量产版上来说呢 在屏幕上 大家最好还是去店里购买 或者说去线下的这个 渠道那边购买啊 相对于它同文的小米Mix来说呢 这一次 它们两个的区别还是挺明显的 在摄像头上呢 这次这个小米NOTA用的是一颗 索尼的这个摄像头 整体这个素质呢 肯定是要比 Mix上面的那个要好一些的 这个相机部分呢 小白呢 详细给大家体验一下 我们去拍一些样张 OK 又到了喜闻乐见的掉粉时间了 没有三双 咱们就给自己打个小广告啊 如果你觉得每一期 一二十分钟的视频不过瘾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小白测评 好吧 我知道这个名字直白且吐气啊 但是却干货满满 不仅能在此直接收看 近期的所有视频 小白我每天跟你语言聊天 新鲜的科技圈资讯 精彩的木合花絮 这些都是少不了的 打开微信 直接搜索小白测评 或者扫描视频中 频繁闪现的二维码 你的关注就是我的动力 每天我在这等你 期待加入 这次小米诺头2呢 采用的是Solene Max 318 这颗传感器和锤子MEL 是一样的啊 这颗就有的看了 这三台机器加上1加3 全部都是量产版本 从实拍样张来看呢 小米诺头2和1加3呢 一直保持了比较高的这个水准啊 整体来说呢 发挥都是比较稳定的 在白天的样张中呢 也只是各家颜色倾向上的不同 从解析力上来看呢 刷上2256万的摄像头呢 解析力确实非常酷啊 不过在近景和微距中呢 光线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呢 锤子也表现出了非常优秀的水平 黄昏的这一张呢 无论是白平衡颜色 三加发挥呢 都非常不色 到了夜景呢 锤子的MEL呢 又是暴露了它这个 曝光度不足的一个缺点啊 整体上来说呢 小米诺头2呢 发挥还是最稳定的 1加3呢 在夜景中的炫光问题呢 还是同样存在 在极限暗光挑战中 锤子的MEL呢 纯净度最高 但是呢 同样也是最黑的一张啊 1加3和小米诺头2呢 亮度都比较高 但是1加3的防眩光能力呢 确实需要改进 最后一张中 小米诺头2呢 表现出了最高的亮度啊 但是呢 个人感觉稍稍有一点点过啊 不管怎么样 总体上来说 诺头2保持了小米 在相机调校中 一贯的这种稳定和优良啊 在日常使用中呢 能够给你带来不错的体验 这些失败样张图呢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直接回复小米诺头2样张进行查看 最重要的呢 就是再来看一下它这个曲面了 这次呢 是有这个诺头7在身边啊 就比较好对比了 当时在店里呢 是没有这个对比机型 咱们来看一下 都是在浅色的这个情况下 这个就比较明显了啊 小米诺头2呢 它整个这个弧面的幅度呢 首先就并不大 有点像S7 edge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 它又是一个柱状的曲面 再说一句 还是价格啊 因为毕竟它价格上呢 售价要便宜一些 再下面一代呢 可能做成这个内部的屏幕呢 曲面幅度更大更多 然后再下面最好呢 就是做成这种 类似于 Note7这种 球面的弧面设计 但是在上手来说呢 这个手感呢 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它是双曲面设计嘛 而且呢 由于中框部分呢 是有这个圆弧的过渡嘛 拿在手里呢 就是给你感觉 手机非常的轻薄 而且整个手机的这个做工呢 相对于之前这个小米的这手机来说呢 也可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在质感上呢 做的确实不太像小米做的啊 屏幕上来说呢 这一次可以说是一个意外发现吧 这个也是之前有小伙伴提醒我啊 如果要是大家购买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一下 后面键的质感呢 是稍稍的有一些硬啊 不过呢 我个人来说是比较喜欢这个硬啊 紧实程度呢 也是非常不错 在按键部分呢 可以说是有了非常大的改进啊 我感觉比一个小米mix的那个按键还要好一些 相对于什么小米5s啊 或者是小米5那按键 那改进就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按键部分呢 也是和这个三星的基本上是这么一样啊 非常窄的这种长条的按键 它这个中框呢 就是做的比较窄嘛 后面的这个摄像头呢 算是有一点点凸起吧 我感觉一毫米都不到啊 应该都不算凸起啊 就是糊上来这么一点点 而且整个后面的这个设计的这个质感呢 也是非常高 看着挺酷的 OK这个量产版的体验来说呢 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在屏幕这块的第三次提醒大家啊 购买的时候注意屏幕 这次体验量产版的小米动作2呢 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这个屏幕上呢 大家比较关注的颗粒感问题呢 说实话还是有一点严重啊 这5.7寸的按理上来说呢 应该要上2K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供应链上的问题 并不是小米说了算啊 夏普呢 并没有量产2K的OLED 三星呢 肯定也是不卖给他啊 这个小米也确实没办法啊 还有就是曲面屏上呢 呃 虽然没有达到啊 这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但是毕竟是这个价格所控嘛 参考标准版不到三全的价格 配置和做工 整体上要求就不要那么高了 再提醒大家一句 线下购买 因为屏幕上呢 可能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啊 我这个就中枪了 如果除去这个问题 小米豆腐在国产机这个档位上来说呢 还是一款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但是也希望品控上呢 小米再加把劲啊 小米豆腐虽然前面 有mix这个光环罩着 但是呢 这次一发布的时候呢 它的整个口碑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量产版一大规模上市之后啊 在微博上啊 或者是论坛贴吧上啊 也是爆出来很多负面的消息 比如说吐槽最严重的 就是它这次的屏幕 这段时间我人品还是挺好的啊 这个前面的几台手机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都没被我碰上 但是这次这个小米豆腐的屏幕呢 是被我给碰上了 整个这台手机来说呢 圈屏上虽然这个内部的屏幕呢 并不是那么糊涂 但是鉴于是第一代的产品 小米的啊 可以理解 而且呢 它这个整个这个边框的工艺呢 和三星那个初代的比较粗糙 比如说缝隙比较大 公差比较大的那种情况呢 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屏幕这块呢 确实值得思量一下啊 咱们不管是这个夏普呢 没有量产这个OLED这个RK的屏幕 还是三星怎么样是吧 这些咱们都不管 消费者其实呢 就是要看你这个最后的产品啊 虽然我也知道这个每款产品背后呢 都有人付出很多心血 但是有的时候市场是很无情的 OK 本期的量产版小米东西2的补充视频呢 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at小白mtx 有什么建议之一提问呢